香港夜繽紛 是不是 昨天陳國基 看到香港夜繽紛 在日夜都繽紛 18個區 我都說了 你過年 你拉小販 你過年 你照抄牌 你們做任何事 和你們真正處理的 是由頭到尾 是兩件事 昨天不僅民相事發 憑戴連在一起 而更重要的就是23條 李家超說諮詢公眾一個月 真是大方 我打算兩個星期而已 有些說一個星期就可以了 現在這個法治機制 我們的法院 我們會變成擺持 我們所有事都已經 是忘了 你問我為什麼 很簡單 一個國安法 凌駕了我們香港的普通法 這個是對於刑責的問題 黃之鋒 黎智英 羅冠聰 當時的蓬佩奧 是有能力 是會將他們接走 甚至黃之鋒 是已經 希望美國接他走 但是 蓬佩奧 這位當時的國務卿 他拒絕了這個 他說走水路不現實 但是你只要給他 在香港的美國美事館 或者你派人去接他 我都不相信中共會搶人 原來香港特區政府 看到我們的積金局 告訴我們 不要再說金融城市了 我說也可以 我們說一下 你們不要說錢 這些真是有目共睹 即是 不說你不知道 說了你知你嚇一跳 幸好 我沒有聽他說 我的強積金 全都沒有賣光 在美顧 接著談完之後 你就見到 沙膽洪不再沙膽 然後上法庭 去對黎智英 今時今日 他不承認 不承認 什麼都不承認 但是問題 這個疑團 一定會解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轉接點在哪裡 為什麼警察見完你之後 180度的轉變 來得到 我國未見 前進 領